真别 这是上海汇丰银行 八十万元支票 好 恭喜国公大人 这个龙头就是您的了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会齐了 你放开吧 哥哥 当心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 是 赢州 我要回京城了 国公大功告成 你是应该跟你爹回去了 我 我恨身在皇家 哥哥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要身在不宜百姓家里 就不是哥哥了 哥哥金之玉业 哪有人不想当哥哥的 可是哥哥 注定要嫁给八七子弟 大清万岁万岁万万岁 立即拍电报上奏万岁 说龙头已经归我们大清所有了 折 国公大人 陈大人 快看龙头已经回来了 国公大人 请秉退左右 都是自己人 有话请说 请国公大人秉退左右 你们下去吧 喳 陈大人 出了什么事啊 京城集殿 皇上被囚禁了 太后半招殉政 囚禁皇上 百日违心 失败了 什么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中国没有希望了 皇上便发 我爹也是中流脊柱啊 国公执行新政最历 早就成太后眼中盯了 秦九 我们赶快回去吧 这 等一等 哥哥 骑我的车子去吧 多保重 请 启禀国公大人 钱慕庸到访 钱慕庸 有请 有请钱先生 恭喜国公大人 同喜同喜 日本山行拍卖龙头的消息 还是慕兄你非熟京城告知的 这龙头回归慕兄你应居守宫 都是中华子孙 责任看龙头流落他乡啊 有请 请 穆兄啊 龙头是回归了 可是皇上变法失败 我都不知道如何把他带回去啊 国公啊 恕慕庸直言 这龙头真不必那么急着带回去了 穆兄 有何指教啊 国公大人 这龙头有诈啊 不会吧 这 这可是 颜先生亲自鉴定的呀 颜大学是 以他的功力 应该不会看走眼呢 穆兄啊 有话请直说 穆庸不才 要找大人的信了 国公大人 请看此处 等等等等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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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不同啊 大人不要慌 要仔细看 这一篇 那土之城有吗 不可能不可能 这可是颜先生他亲自鉴定的呀 颜木 那你不妨现在把他找来问问呢 来人 把颜木带来 隆大人 颜木告病 哥哥 小心哪 哥哥 又是你 哥哥 你没事吧 我看你们是找死 你 走 你看看一眼 请酒 这 也许这个地方 看的角度不同 也许 哥哥不要心存幻想了 那是做假龙头的人 故意留下来的 那仿造艳品 必定唯妙唯孝 他为何要故意留下破绽呢 为了嘲笑过公 您想 天下人都知道 过公花了八十万 买了个假龙头 多可笑啊 他 他怎么知道我会买这个龙头呢 你不是收到他的信了吗 信 信不是你木兄所说 这龙头是你 这龙头是你 对 对 说出来 公公大人 说出来啊 这龙头就是我做的 所以我知道它是假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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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公 好茶啊 这是武艺极品的 提禀国公 是 岩木失踪了 什么 失踪了 怎么回事 岩木并未生病 他昨日搬出刑馆 不知去向 走吧 师父 岩木庸 你为何要仿造艳品龙头 我不仅会作假 我也有真品 此刻我的一封亲笔信函 正送往北京 直达太后老佛爷 你 信中这样写道 郑国公里通外国 勾结东阳人 家拍卖之名 行贪污之时 看国家之楷 一昧东阳 进假龙头 以蒙蔽圣上 尚愧对大清先帝 下妖妇黎民百姓 真乃十恶不赦 你住口 住口 此刻 如果太后老佛爷 接到此信 朕国公一家 就要慢慢抄转咯 那我先杀了你 来 莫用既然赶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钱莫用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故意陷害我呢 无冤无仇嗎 国公大人可记得正楷之其人 郑凯枝 何许你 多少年前江都支县 郑凯枝任江都支县期间 贪赃王法 收受阎山贿赂 本王一律战志 郑凯枝便是家父 是你的家父 家父备战 家母自问迅速 张兄充军凝固大 好端端一个家 只剩下我一个人 你姓郑 后来我逃到天津 改名唤姓 忍辱刀生 国公啊国公 即便我后来去了欧洲 到了日本 我都没有忘记 国公大人 对我们全家的恩典 郑凯枝那是罪有应得 大秦国上上下下贪官物力多如牛毛 何以家父就首当其冲 我 既然当年家父是以贪污被处战 那今日 我要让国公 落得同样下场 你 慕庸替父报仇 此生心愿已了 好 国公要杀 那是成全慕庸啊 来吧 你走吧 国公何必心慈手软 走吧 不然你就走不了了 看要公明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后有旨 郑国公彼徒外国罪无可赦 直到之日满门抄斩 龙恩浩大 赐新月格格致敬 爹 我跟你去了 哥哥 哥哥 秦九 你敢阻拦 龙头还没躲回来 你不能死啊 只有夺回真龙头 国公才会瞑目我 哥哥 哥哥 哥哥哥 哥哥 帮国公司 你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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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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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爹啊 你们看见了吧 你们在天之灵看见了这龙头了吗 郑公公死在龙头之上 而今 儿子要用这龙头祭奠二老 我要告诉你们 儿子为三家报仇啦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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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哥哥 这儿就是钱慕庸的家 钱慕庸 国公生前说过 钱慕庸是他的知己 靠得住的 秦九 你是说 让我们躲在这里吗 钱慕庸在华阳商界 颇有名气 哥哥藏在这儿 安全无忧啊 哥哥 既然是爹爹的朋友 就更不应该连累他呀 我们走吧 慢着 哥哥 这点是您住的地儿 你这么想官府也会这么想 他们不会到这种地方送的 可是 秦九 你这么想官府也会这么想 为了给爷报仇 我们要忍着 快 拿好 不备 不备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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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用啊 来 端进来 端进来 来 端进来 来 端进来 谁 看谁 来 端进来 谁呀 好习有钱 还是住这儿 还是非人 这是啊 谁呀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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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吧 这烟都呛死人了 你们马上 睡吧 睡吧 你们都这么晚了 睡吧 我要喝水 喝水 喝水 杯子喝酒 你别闹啊 睡好了 睡吧 哥哥 端不好 就是硬了一点 辛苦一下 你的被子呢 秦九 奴才就在这儿守一晚上 哥哥 你就放心吧 你不睡觉 不是更引人注意吗 奴才咱们可以睡在 哥哥的身边呢 叫你睡 你就睡 这儿 看你睡觉还不好 我睡觉 我睡觉 说什么风暖话 你啊 睡觉睡觉 别出眼了 我哭死我了 哎呀 我真是大 这些什么味儿啊 谁放的 啊 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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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猪猪猪 超馀的 一眼 少云忠 社长 少云忠 你写的什么东西 社长 郑国公是被人欺骗的 那龙头是严慕亲自做的鉴定 我也在查 是他欺骗了国公啊 你疯了 那郑国公是太后最恨的人 你还为他说话 社长 我不管什么康梁乱法 我说的是龙头 龙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宝 可是严慕却公然做了伪证 他到底在帮谁 我们报社有责任报道此事 龙头不关我的事 那报纸才是我的命 你这篇报道如果要发出去 太后要是怪罪下来 我就完了 社长 我们报纸就是要揭穿真相 像严慕这种官 我们有责任 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真面目 我扣你薪水就是真面目 主编让发派的 是主编大还是社长大 那就请社长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免得主编找我麻烦 社长 慢走啊 听着 太后兽诞快到了 抓紧时间写一篇祝寿文 知道吗 是 保证完成 好 后外 后外 龙头平安 后外 后外 谢谢你 后外 后外 龙头平安 谢谢你 谢谢你 后外 后外 严慕欺骗郑国公真相 云忠 是他写的 宫里自在人心嘛 秦九 你说严慕 会不会躲在日本商行里面 怕就不离时啊 严慕做了伪证 朝廷要找他算账 华人地劫他是不敢带了 那好 咱们进去吧 哥哥 奴才这是猜测啊 严慕也许不在里边呢 就算严慕不在 高桥昊也在啊 哥哥 这高桥昊也不是省夺的灯的 让奴才先去探探虚实 你 在外面接一锅好不好 这是兵家之道 进去吧 来 先生 我是严谋先生的下人 请问他在哪 他在高晓豪办公室 办公室在哪 自己看牌子 我不会看牌子 你告诉我好不好 笨蛋 二楼右手第一间就是 巴基亚路 中国主 这 跟我走 秦公公 我一直在等你 想不到你跟 跟东洋人一起对付中国人 可耻 是 奉太后老佛爷之旨 追捕西岳格格 多亏高桥先生大力协助 高桥 日中又好 大清朝廷要的侵犯 我当然大力协助了 西岳格格在哪里 说 西岳格格已远走高飞 不要想找到他了 把他给我靠起来 走 这就是西岳格格 格格快跑 night 天后 站住 天后跑了 吉九 打他 好 好 好 身手 追 哥哥 快 四处搜查 哥哥 我不是让你躲在外面吧 你怎么跑进来了 你身上虎穴 我能放心吗 我是来接应你的 接应我 他们在这儿 哥哥 我们走 快快 哪儿去了 人哪 快走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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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叔叔 延大人 哥哥 延叔 延大人 那 那 拜你之赐 我爹他自我了 我 天王灰灰 数而不漏 我 来人 把这个门打开 我现在杀了你还来得及 什么 你 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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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先生怎么会掩护他们呢 西月哥哥 他也在这 是啊 我想他是冲着你来的 那一定要抓到他 走 我跟你们一起抓他 秦九 我来把风 你去吧 师父 你醒醒 师父 这位大爷 您是开锁还是配钥匙 什么锁你都会开吗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家三代开锁的 我跟您说 洋行的保险柜 上次都是我给弄开的 那麻烦你开一下 你 你什么人哪 这这这这这我不会开 开不了 没法开 我是杀人犯 前面那个开锁匠他开不了 我就把他给杀了 你开不了我就杀了你 那那我会开 会开了 你把他给你打开 少允忠 社长 他就是包庇哥哥的人就是他 左大相 是 放开我 我犯了什么罪 西月哥哥是朝廷侵犯 你与他按住勾结 一定是同党 给我带走 走 走 哥哥 这 少允忠 这有他的名字啊 这儿的人哪 多数都不会看报纸的 这是码头客栈 他们多数都是敢传的 不识字的多 不识字的 帮忙忠厚老师 我跟他们在一起 幸安 可不是吗 像闫木这种人 他满腹学问 但是都是坏水 清九 如果他今天喊一声 我们就完了 可是他没有 这样的做法 以为可以掩盖自己的罪行 办不到 他想受罪吗 他躲在日本山行 证明他跟高桥号有勾结 罪不可赦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他肯定有很多话 没有说出来 这位大哥 你们抓了犯人 一般不是要关到牢里去吗 干嘛全都坐在这里啊 累了 你懂什么 这叫守株待兔 西月阁阁见了 窗户灯亮着 一定会回来自投罗网的 西月阁阁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他是不会回来的 清九 他就会在这里 他就会在这里 他在里面 他也不在哪里 我突然说 都不在哪里 小型 他就会在哪里 他是 有没有 他就会在哪里 他就会在哪里 都不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快跑 别管我 不 你们放开他 我自首 哥哥 哥哥 请求 哥哥 你不能进去 他们抓到云中 哥哥 你听奴才说呀 你放手啊你 哥哥 哥哥 快走啊 不要管我 快走啊 我一定要救云中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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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别走 老师 别走 哥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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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酒 你不怕少云中人头落地 你敢动他一根毫毛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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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酒 奴才大慧哥哥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啊 清酒 我们在什么地方 这是钱先生的家 钱先生 钱莫佑 小的就是不明白 您怎么收留哥哥了 那因你怎么办呢 他如今是亲犯 您跟衙门打一声招呼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你这个人做不成大事 老爷 我是说这真龙头就在家里 他如今也住在家里 这万一 现在喜悦哥哥心里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替父报仇 您指的是炎木和高桥 老实说 我也不大喜欢这两个人 您是想借哥哥这把刀 你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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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先生 我等候您多时了 啊 岳飞 岳兄选在这里见我 真是用心良苦啊 哎呀 秦兄 您别嘲笑我了 岳飞精忠报国 我炎木 背叛国家 我哪有脸见岳飞啊 躲在这儿 是因为这儿人少啊 岳飞不要这样想 岳飞是为了维护梅飞娘娘的名誉 不得已而委屈求全 倒也情有可原啊 我做了伪证 害死国公 我有愧大情啊 岳飞又想错了 国公之死不在龙头 而在变法 国公支持皇上变法 太后老佛爷 早把他看成眼中钉 必予除之而后冠 龙头一岸 只是个借口而已 岳兄 大可不必过分自责呀 生我者父母 前兄 知我者前兄 前求共罪 后人自有评说 不过 依我看 前兄还是比比风头为好啊 这个 天津 你 我是不能再带一天去了 我早为你想好了 看 这是去厦门的传票 前兄 那边的一切 我早为你安排好了 岳兄 放心去吧 好 告辞 哥哥 秦九 我出去一下 不行 我只想上街看一看啊 哥哥 你的安全胜过一切呀 现在满街都是集拿你的文告 秦九 你以为我上街探玩吗 哥哥想去找少云忠我是知道的 钱先生已经给衙门打顶过了 少云忠没事 他还在报馆做事 请哥哥放心 你错了 我想找岩木 现在岩木在哪儿都不知道 哥哥 你到哪儿去找啊 一年两年 十年二十年 我要把他挖出来 哥哥 钱叔有消息吗 这是两张去厦门的传票 咱们 styles 酱 咱们 SPEAK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